用連背的SERVER去找Ronnie Wong 然後用跟那個OPEN DATA 跟OPEN GOVERN有關喔 那個BACON組的MG 他坐在那邊的小班 然後 沒有接頭 沒有那個MAC接頭 然後對那個開源 跟你那個出版品啊 要怎麼跟人家寫作或開源 去找12位 RS是突然怎麼會 不是說4個嘛 哈哈哈哈 聽說有 我就被騙進去 按得到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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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這次是滿意外的 就是 突然有多一個狀態 我要講的是台北 所以就是 最近爆發的Hackpad大恐慌 對 然後就是因為Hackpad要關掉了 那因為大家 陸續續都migrate到HackMD 或是其他的Google動作 或各種不同的方案 那 其實早先 我有注意到 就是 有一個很有趣的專案 就是 Hackpad是從 Ederpad的 就是Skala的Ederpad 改過來的 然後 但是 所以就是Hackpad那個專案 就是 後來不太好維護 就是裡面有一團 大降股 就是 原本Skala的那個架構 就有點奇怪 對 所以 Hackpad後來 fork出來之後 就是新的 例如說Webpad的那些接手 都陸陸續在重寫 那所以就是 大家可能 要維護它 就不是很方便 但是其實後來 就是Ederpad 它有砍掉重電 變成 Ederpad Lite 就是用Node 這一次寫的 然後 我之前在Follow 就是Github的時候 看到 幾個大大門 有在說這個的code 但是好像 後來沒有人 拿它來改改看 就是因為 原本 Ederpad都可以拿來改成Hackpad 所以我就想說 應該可以試試看 Ederpad Lite 就是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把它改成 長得像Hackpad的樣子 對 所以 暫時幫它取叫台語 然後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對 每一個都可以用完了 對 那原本 Ederpad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是 就是看起來滿樸素的 對 然後 然後 應該有實際的 東西 可以 對 對 就是Ederpad 就是長得 大概像 這樣 然後 如果你去看的話 欸 欸 對 呃 好像太小了 不管 就是 那我就不做個Live demo 就是 不太重要 那 那 是不是要把它拖 再上 不要絕 好 那 反正就是 Ederpad的原本長這樣 就是看起來有點 2007 所以 簡單的拉提一下 然後套一個樣子 看起來就跟Hackpad有七層相 對 而且左邊這個 還是村長寫的套件 所以其實好像 已經都有人做過 就是 稍微把它改一下 看起來就還不錯 對 那因為我是覺得 那我剛剛和Rony討論一下之後 覺得 也可以拿來改改看 原因是因為 就是Ederpad Lite其實還蠻活躍的 然後 呃 雖然Pack Nd 就是在對基於敏感來說很好用 但是在 NGO 或是一些導入 Hackpad的組織 就是 對他們來說 就是非常恐慌的東西 就是有團黑黑的 然後 然後 要寫一些奇怪的原始碼 對 所以我會覺得可以拿來改來看 然後 輸入法的 中文輸入法資源也修好了 然後因為它是Node 所以就是你可以 NPM install一些奇怪的模組 然後就會多一些功能可以動 對 那我初步 我剛剛做初步的事情 只是拉皮 然後把套件裝進去 就變成一個 呃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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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它本來的概念是 它是內嵌在某個 城市 或是內嵌在某個 呃 更大的外部服務底下 例如說 像 AU常用的SenseStorm 對 那如果 我們直接把它寫個認證後段 就是用它APR 或是 直接模改它的話 呃 也可以把它變得很像 就是一個讀業網站 然後再加上使用者管理之類的 那可能之後 如果這個東西改出來 可能就像剛剛 就推到Middle 2之後 如果各個 組織要用 就把它推到Middle 2 就可以跑起來 對 那 就是 專案網址講 就是因為是 臨時的發想 所以就是 有點不負責任 但是 希望可以 就是在這個時候 多提出一點不同的選擇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改改看 還要幫大家複習嗎 那我們聯隊的SERVER去找 Ronny Wang OpenData OpenGovernment 找Mg Hunt 然後 開源出版品 找 哲偉 然後 HackPay壞掉 找你嗎 沒有沒有 那就是 如果有想要 有什麼 IT人要貢獻給他 要怎麼 讓這個 HackPay恐慌可以 解決好一點 還是 大家繼續 繼續